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金錢報 我是楊世光 帶來聊金錢配合的故事 好 離台北股市封關 就剩明天一天 大陸股市的封關 剩下未來本週的三天 我們回想上次北京辦奧運2008年 這一次北京辦奧運 會不會發展跟2008年一樣 觀眾朋友就很妙 北京辦奧運難道是股市的一個魔咒嗎 我們先看昨天晚上市場反應 當然假如大家有看盤的話 就會注意到道琼供應指數 在昨天晚上一度是大跌了超過千點 大跌超過千點 那五盤過後 1.40 1.50 因為四貫人才看盤 1.40 50之後 就開始出現快速的一個拉伸跟拉抬 中場把千點的下跌給收復 而且勉勵翻紅 好 觀眾朋友特別注意到 因為目前它已經跌破頸線了 已經跌破頸線 所以我們視為跌破頸線之後的逃命行為 這頸線已經跌破 雖然留了一個非常長的下引線 可是這是不是仙人指路 仙人指路我們可能做觀察 像前面的高點 仙人指路就會過高 後面的低點 會不會有仙人指路 再做觀察 但至少從整個形態關注 它已經創下盤中近一年以來的新低 也就是美國股市以道瓊溫指數做指標化 過去一年來的投資人非使即傷 這就是目前泡沫破滅之後 短短不到三週的時間 就把過去將近一整年的漲幅 全部做吞噬 所以雖然昨天尾盤 五盤過後急拉 可是基本上它技術面已經做出了一個確認的破壞形態 好 我們還是特別關注NASDAQ指數 因為NASDAQ昨天也是一樣 從盤中中挫一度超過跌幅4% 出現了一個大反轉 好 特別做觀察 這是1988年以來 1988年以來 NASDAQ第六次盤中跌幅超過4% 結果尾盤翻紅 所以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 過去五次結果是如何 這種盤中大幅的震盪會什麼發展 我們昨天的節目就有算出低波段的跌幅滿足 所以我們看到在整個科技股指數破景線之後 加速下跌 昨天的反彈 基本上我們可以用昨天節目的內容做觀察 就是低波段的跌幅滿足到了 所以出現了一個強有力的反彈行為 可是會不會改變之後的格局 難度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們看到 目前NASDAQ指數已經跌回去年1月份的位置 也就是過去一整年的多頭跟上漲 在過去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目前就全數的吞噬殆盡 目前我們看到 美股股市出現了非常危機的變化 我們今天節目的重點是什麼 股市開始下跌 股市下跌不重要 重點是景氣出現了轉折 景氣的往下的轉折 尤其是等一下我們分享 全球最新的經濟理性指標 昨天晚上公佈的 配合美聯儲在明天凌晨 就是後天早上 將召開的今年第一度的利率決策會議 景氣下滑 配合貨幣緊縮 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完美風暴 這是我們今天要做觀察 所以我們先看股市的大跌 會不會影響1月份 美聯儲相關的一些政策跟做法 我們要再做觀察 好 我們先看NASDAQ指數 在過去幾天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好 觀眾朋友 我們這邊提供的數字 是去年收盤為止 去年收盤為止 去年NASDAQ 就是去年底收盤 它總共總市值是29.8兆 去年12月31號是29.8兆 8兆美元 截至昨天晚上的收盤為止 是26.5兆美金 觀眾朋友說我們看到不到一個月 大概還進行了20多個交易日 基本上NASDAQ就跌掉了3.3兆美元的市值消失 另外我們看到NYC 紐約這銀交易所 它的總市值去年底是37.2兆 37.2兆 到昨天收完盤 對不起 對不起 去年是38.9兆 去年底是38.9兆 昨天收完盤之後的總市值是37.2兆 所以紐約交易所在今年1月份跌掉了1.7兆 剛剛前面講NASDAQ從29.8兆 跌到了26.5兆 總共消失了3.3兆 所以3.3兆加上紐約交易所的1.7兆 過去過去截至到昨天1月24號為止 美國股市在股票市場當中就蒸發掉了5兆的市值 全球有5兆的財富 全美國美國股市有5兆的財富 瞬間灰瀛湧滅 而且我們特別觀察 因為上市的加速還在增加 所以我們看市值大幅度的減少 減少了5兆多美元 會對於全球的經濟 或對於金融市場的財富效應 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就要進步的做追蹤跟觀察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 昨天指數出現了一個升V的反轉 大家都喜歡升V 美女也是要升V 股市也喜歡升V 可是通常路邊的眼花不要踩 這種升V性感的行情 後面常常伴隨著破財的危機 從1988年以來 NASDAQ指數曾經有盤中中挫超過4% 尾盤翻紅的 總共有6次的經驗 包括了1997年到1998年 包括了2000年 包括了2008年 包括了2002年的幾次 最後整個NASDAQ的指數跌幅 最少是11%起跳 最多是50%做結局 所以碰到升V 眼睛不要亂標 非理勿視 基本上這種升V 性感的行情 最終帶來的可能是一個一般 大家不能接受的結局 特別提醒大家做觀察跟掌握 所以我們在往下做掌握 我們在討論什麼 我們今天不要提到 經濟的領先指標全面性的放緩 配合美聯儲進入了緊縮週期 這是一個完美風暴的結合 過去美聯儲作為一個央行 不管是貨幣政策 還甚至美國財政部 作為一個財政政策 常常叫做逆週期的操作 也就是經濟擴張進行收縮 包括了財政加稅 支出放緩 包括加息或是貨幣緊縮 叫做逆週期 而經濟下滑的時候 做財政擴張 增加支出減稅 而貨幣政策幹嘛 做降息跟印鈔 所以央行的角色 包括財政部的角色 應該是叫做逆週期操作 可是我們知道 去年一整年 景氣不斷的擴張 可是包括了美國的財政的救助部分 包括美聯儲 因為內部人士的續任 包括了提名影響 都影響到了財政貨幣 雙轉折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從去年底一直提到 美聯儲犯下致命的錯誤 就是該縮表的時候 沒有縮表 該加息的時候沒有加息 使得現在不是股市下跌而已 是景氣下滑 美聯儲或美國財政部束手無策 觀眾特別注意到 這一波科技股大跌 科技股大跌 當然是泡沫破滅的 一個重要的形態 最重要是這一波美國的大型銀行股 從摩根大通到富國銀行 富國銀行還好 到高盛都出現重挫 也就是銀行股的大跌 它不單單是加密貨幣 元宇宙泡沫而已 而是一場金融危機 是不是正在運量 好 我們從這張圖做觀察 從最新昨天晚上公佈的 美國的其中一個的製造業 還有全產業的採購經驗指數做關注 其實從去年12月 ISEM的製造業指數 就已經創下一年新低了 美國的製造業景氣 已經放緩很久了 昨天公佈的Market的製造業 採購經驗指數來到了55 0到100 50以上擴張 50以上到收縮 55還在擴張 可是擴張的速度 創下了15個月以來的新低 什麼意思 不管從任何的領先指標做觀察 美國的景氣 尤其是製造業 正在大幅的放緩當中 好 我們再做觀察 就昨天晚上公佈的數據 包括製造業 包括服務業 包括綜合的PMI 我們一起來做一個觀察 我們先要製造業好了 製造業的出值降到了55 上個月是57.7 預期是56.7 創下15個月新低 尤其是產出的分項 更是來到50.3 也就是美國以製造業角度 從擴張週期接近尾聲 即將進入一個衰退跟收縮週期 好 觀眾朋友先進入這個結論 這個數據也不是我講的 這是統計出來的領先指標 我們去看服務業 服務業公佈的數字是50.9 你知道嗎 上個月是57.6 下滑速度是非常驚人 而且是大幅低於預期 創下了18個月以來的一個新低格局 除了製造業之外 美國更重要的是服務業 服務業忽然出現了快速降溫動作 所以製造業加服務業加起來 看到綜合BMI到50.8 比上個月的12月的無期出現大幅度的一個衰退 創下18個月以來的新低 尤其是新訂單指數 更是創下一年以來的新低 好 觀眾朋友 物價也下滑了 訂單也下滑了 產出也下滑了 全面在下滑 什麼意思 就代表美國的景氣 不管是製造業 還是美國更重要的服務業 全數在下滑當中 全數下滑當中 所以下標題要崩跌 因為這個速度 跌速之快 是出乎大家的預料之外的 好 我們再往下做觀察 我們看到 這是歐元區的PMI 歐元區的PMI 歐元區的PMI 在昨天公佈 製造業的數字維持相對高漲 在59附近 比預期來高 而且比12月稍好 可是服務業的數字 基本上也出現了明顯的下滑 所以綜合的PMI 低於預期也低於前置 歐洲的景氣 正在經歷過一個高點 歐洲的景氣 正在經歷一個高點 所以我們之前跟大家報告 這張圖 我們對於整個商業週期 因為週期有三種 最長的叫做生產力週期 可能是40年 或一甲子60年 做一個循環 因為生產力週期 通常指的是能源革命 或新科技的應用 叫生產力週期 第二種週期比較短 叫做債務週期 債務週期 就跟我們工作的年限一樣 大概是20年到30年 一個循環叫債務週期 受到債務一額潮的推升 或是少子化的影響 這是叫債務週期 一般我們在做投資 或做宏觀金觀察的時候 觀察更短 叫做庫存週期 庫存週期 而這個庫存週期 我們在過去一年以來 預測的是非常精準 包括中國的景氣 已經到谷底了 會不會翻揚我們4米代 而美國的景氣 正在加速下滑當中 而且長期抽選經驗報的 觀察朋友都知道 用分幾個階段 主動加庫存 被動加庫存 主動去庫存 被動去庫存 好 觀察我們用這個指標 被動加庫存 跟主動去庫存 最重要的標準 哪邊 觀眾朋友記得嗎 看物價 看物價 尤其從PMI最清楚 當物價轉折往下 代表廠商 開始進入了一個 主動去庫存階段 所以美國的週期 包括製造業服務業 它不僅早就脫離高峰 而且下滑許久 而且現在正在開始加速下滑 歐洲的景氣跟我們預期一樣 正在頂峰 而從昨天公佈的PMI 告訴我們它頂峰已過 開始要出現收縮跟衰退的變化 這關鍵就注意到 這次變歐美中 不代表在前面的了不起 也不代表在最後面的就不行 這關鍵周期越大周期 因為爬上去之後 後面跟上來 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周期 我們也可以講 關鍵越遠有很多政治眼光 我們把中國擺這邊 中國在後面好不好 這可以嗎 所以我們看到 周期的變化沒有先用順序 只是我們觀察 它一個重要的發展 所以我們補充幾個資料 大家瞭解到 第一個是主要國家的 綜合的 採購經驗指數 包括製造業 包括服務業 這個採購經驗很重要 因為你問那個業務 那個業務的嘴真是厲害 問他好 他就說超級好 問他不好 他說生意真難做 所以你不能靠銷售的經理人 你要靠採購 因為採購一般來講就是財務 所以他們就負責採購 負責生產線的資本支出 負責庫存的計劃 負責雇佣的安排 所以採購為採購經理人 而採購經理人 他們作為一個企業的 一個最後道防線 他們的願景 跟他們的預測 就是我們觀察指標 包括英國 包括中國 包括歐洲 包括美國 包括日本 現在全數在下滑 主要大型的國家跟經濟體 都在轉落 都在轉落 所以有沒有可能止跌 現在只有中國財線PMI 剛剛脫離谷底深淵 再做反彈 正在脫離谷底深淵做反彈 所以我們過去一年 對於中國的資產比較保守 從去年12月份開始 我們就提醒大家 要注意到中國股市 進入一個信貸脈衝的擴張階段 可是大陸股市今天破新低 怎麼做一個關注 我們都在經濟感的部分 做進一步的說明 我們先把這個題目講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製造業服務業 全球景氣都在做下滑 好 觀眾朋友再看這張圖 這個從2019 2020 到2021到2022 這張圖很清楚 紅色就是很熱很熱很熱 很繁榮很繁榮 藍色就代表很冷很冷很 很蕭條很蕭條 好 觀眾朋友我們看到 其實全球的經濟體 從加拿大 歐元區 到紐西蘭 到澳洲 到印度 到泰國 到越南 到印尼 來看看 其實熱度就在去年已過 你懂意思嗎 所以全球景氣都在下滑 全球景氣都在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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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滑不恐怖 因為有下滑有衰退 才會有成長 才會有擴張 所以這像生命週期一樣 會擴增會收縮 會擴增會收縮 會繁榮會蕭條 會繁榮會蕭條 其實下滑並不恐怖 我不是要嚇大家說 全球的領先指標下滑 開始下滑了 下滑很久了 而且不僅下滑 而且開始崩跌了 可崩跌很恐怖嗎 不恐怖 崩跌趕快崩出一個低點 對不對 所以股市就是要靠利空 來打低點 所以不是要來恐嚇大家 可是我們恐嚇大家什麼 我們要看這個 因為在下滑週期 美聯儲可能會雨天收散 特別留意到 就在明天禮拜三 後天凌晨 北京時間 後天禮拜十的凌晨3點 將會召開第一次的 美聯儲的貨幣跟利率政策的會議 進行一個公佈 並且做政策發明的說明會 在後天北京時間的凌晨3點半 會召開新聞發布會 新聞發布會 同時鮑威爾的第二期的任期表決 參議院也要即將正式通過 好 觀眾朋友注意到 我們在上個禮拜提到 拜登最近把整個民調走低的原因 規則於物價大幅走高 特別點名了美聯儲 點名了美聯儲的官員 相信他們能夠妥善 處理好物價上漲的問題 今年的11月份是美國的期中選舉 按照現在的民調發展趨勢 我們過去一周做過 拜登所帶領的民主黨 將會丟掉參眾兩院的多數黨的席次 多數席次 變成一個潮小野大的格局 所有的民調反應 包括拜登的競選辦公室 都指向最重要的原因 不是外交失敗 而是整個物價失扣 讓美國的老百姓們 民不聊生 所以在過去一周當中 拜登已經明確地要求 美聯儲官員 要處理好物價的變化 觀眾朋友 一個是經濟成長 一個是物價穩定 到底美聯儲應該要 以哪個為優先 到底是物價成長 還是經濟穩定 這個選擇很困難 你知道嗎 這個選擇很困難 就在一個兩個都重要的選擇當中 你知道像什麼嗎 像老婆跟媽媽都掉到水裡面 你要救誰 對鮑威爾就很困難 到底是老婆要救 還是媽媽要救 男人常碰的問題 你要救 要壓抑通貨膨脹 還是要刺激就業 這兩個有矛盾 因為你壓抑膨脹 那就要緊縮 那刺激就業就做不了 你要刺激就業就要寬鬆 物價上漲 就可能超出預期 所以鮑威爾先碰到的問題 到底老婆跟媽媽同時掉下水 要救誰 要救誰 現在拜登跟他的指示 救媽媽 我們救媽媽 救媽媽 救媽媽就是物價 基本上就業的幸不幸福 就是老婆 所以鮑威爾現在面臨一個最大的政治壓力 他已經連任了 他是不是要針對物價來進行拯救 好朋友 物價是現在美國政治選舉當中重中之重 那對不起老婆 老婆的娘家就是股市 老婆的爸爸基本上就是房市 所以這可能是過去這十幾年來 第一次美聯儲面對不同的選擇 以前都是先救老婆 媽媽一路好走 媽媽一路好走 那都是救老婆 這一次送到其中選舉政治力的干預 鮑威爾他面對極大的一個壓力 就是要救媽媽 媽媽很感動 每次媽媽沉下去的時候沒救了 我兒子不會救我 每次媽媽沉下去 死兒子又去救老婆了 這次不一樣 這是救媽媽 所以我們看到 會議的四大重點跟會議記者會議 第一個 記者一定問 最近美國股市出現的崩跌 鮑威爾怎麼辦 可是另外一個重點就是包括了TAPER 美國的QE刺激 要什麼時候結束 表定是今年三月份 增量結束 增量結束 觀眾朋友聽到增量很恐怖 我們前幾天用鼓勵的評價模型 分析Netflix 就是奈菲 當增量結束 觀眾朋友就不開心 因為增量結束 就變成純量競爭 增量結束的時候 就變成純量競爭 所以我們看到第一個 TAPER什麼時候 第二個 在加息的時間表 加息時間表會不會有更明確的講法 觀眾朋友第一個是增量結束 第二個是存量漲價 存量漲價 觀眾朋友已經恐恐怖 增量結束存量漲 第三個 縮表 這個縮表會不會改變 縮表會不會改變 那一旦又加息又縮表 觀眾朋友就是我們之前提到的一個重點 因為美國上一輪 從QE結束 到加息 到開始縮表 總共花了46個月 觀眾朋友上一次總共花了46個月 結果失敗告終 美國重新降息 還記得嗎 2019年重新降息 就是整個 從TAPER 從開始不印鈔了 到加息 再把過多的流程收回 總共花16個月 現在美國從11月中 去年11月中開始 到今年3月份 要把TAPER 加息縮表 完成 只花4.6個月 只花4.6個月 我這個可以算出來 就4.6個月 也就是上一次46個月 是以失敗告終 這一次要用10倍速的速度 10倍速速度 因為46個月 現在是4.6個月 10倍速的速度 關於懂嗎 速率 用10倍速的速度 來完成上次失敗的結果 觀眾朋友 你覺得會成功嗎 上次用46個月 都熬不出來 現在用4.6個月 10倍速的速度 要把它完成 你就會成功嗎 好觀眾朋友 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金融股大跌 原因在於 整個順周期的操作 美國景氣周期 領先指標 乃至於全球的經濟 正在越過高峰 向下俯衝 向下俯衝 官方王國 大陸神 過山車 就雲霄飛車 向下俯衝 還無所謂 美聯儲還噴水 噴水 噴噴噴噴 幫你 嚇死 還幫你淋濕 現在美國就要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覺得 這個是個非常恐怖的完美風暴 所以到底會出現什麼變化 尤其明天是台北股市 在農地春節最後一天交易 另外就是 禮拜四過後 十大股市剩下兩天 叫封關交易 那封關之後 全球最關注的兩件事情 一個是北京的奧運 一個是烏克蘭的危機 上一次的北京奧運 還記得嗎 2008年 2008年一辦完之後 雷曼兄弟就破產了 北京奧運有魔咒嗎 另外烏克蘭的衝突 到底會如何影響新市市場 而烏克蘭的衝突更妙的是 該打仗的不打仗 不該打仗的瞎繳獲 美國在這次烏克蘭的危機當中 觀眾朋友 它的上裝武艦 到底是意在何方 我們休息一下 我會在金鐵桿部分 為大家做節目的觀察跟解讀